中央下发的新通告 基督教中国化新政策 全国各地教堂的十字架都得拆 你们要是不拆 就把你们教堂拆了 你们凭什么这么做 坐下 教堂是合理合法的 要循循善诱 达到在中国实现无事区 中国化方向 这可太荒唐了 这还是信主吧 这不成了信共产党了吗 徐伯 咱们现在真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了 咱们还是该考虑走家庭教会的路 什么 你还没看齐现在的形势呢 看着那些家庭教会的 就知道背十字架 宁可被抓作奸 也不加入三字 信主没得着生命就被迫害死了 这还怎么进天国呀 主耶稣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共产党恶魔的统治下 想得着真理生命 就得拿命换 现在我得着教训了 信主就应该听主的话跟主走 不能听人的跟随人啊 这些人要是离开教堂 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要是自助别宅 这几天啊 薛牧师一直在拦阻弟兄姊妹考察神头 现在大伙都说他们辖职 不敢再考察 神要将这些苦难深重的人唤起 彻底唤醒 从迷雾中走出来 弃绝大红龙从梦中觉醒 认识大红龙的本质 能将心全部归给神 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中奋起 站立在世界的东方 成为神得胜的证据 这样神才得着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